魏王 魏王 忠德 什么事 孙权派人 给魏王送寿礼来了 你和魏王六五大寿啊 孙权给我送寿礼 他做梦都想让我早点死 会给我送寿礼 什么呀 什么 关 关于人头 魏王 还有一心 你 孙权派成魏王陛下 武领陛下之命夹击刘军 荆州之义 实为魏王之功也 钦逢陛下六五大寿 敬上敌求 不 关于首计以为贺卿 孙权 去了荆州 杀了关羽 占了大便宜不说 还想把祸水引到我这儿来 他知道刘关璋 桃源结义 视同生死 便托此事 受我命去的荆州 想让刘备迁怒于我 我 不乏武 而公位 魏王 我 我该如何应对呀 上奏天子 追封关羽为晋王 将其手机 配以乡目神区 后葬于 洛阳南门外 臣下即可去办 下葬的时候 着文武百官 一起出殡 遵命 走 我去是 我去 你去 我去 这儿去 你去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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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上了岁数就喜欢念旧 我这两天 老想起从前的事 想起你温酒斩华兄 斩颜良诸温仇 卦印分晶 国无关斩柳江 真是一把快刀啊 可是你为何死在蜀背手里 因为你却一个好主子 你要是跟了我 岂能身受益处 刘备 假仁假义 我才是天下雄主 你呀 你什么都不缺 就缺一个好主子 不过话又说回来了 你要是当初真跟了我 没有去寻你的故主 我又该瞧不上你了 没什么呢 因为我也喜欢忠义之人 但最好是对我忠义 八流 八流 不过来世再会吧 云长 你歇着 是 故人 陆续凋零 好似风中落叶呀 是 父王 贵王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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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父王 你怎么了 贵王 我头好痛 犹如针扎尖角 快 快贵父 快快 快扶贵王上车 恩 V 公子请借一步说话 来 贵王到底是上了年岁 多年劳苦不息 昨日又染了风寒 把她救急又引发了 趕其设法医治啊 实则恕罪 贵王的头风乃是多年顾忌 我才出血浅 多年未能治愈 这次魏王的病逝又来得这么急 我 魏王一人担着射击 万能不能倒下 我可想办法 有一人我可请他一时 谁 此人名叫华佗 他的医道超凡入圣 剩我十倍啊 我知道了 传说中的神医 此人现在何处 听说到了敏郡 居此有二百余力大 快 派人非力前往敏郡把华佗请来 遵命 起啊 遵命 魏王 魏王 这位就是神医华佗 魏王 魏王头疾皆因风寒恶意所致 其病根在脑中 起码缓缓病有二十五年了 可知吗 某有一法 只恐魏王不肯哪 你 且说 先饮麻沸汤 然后用利刃砍开魏王头颅 取出风险 取出风险 方可除去病根 拿斧头劈开我的头颅 你是想杀了我吗 魏王的病根在头中 只饮汤药 以无济于事 只能开炉救治 昔日 关羽左臂中毒箭 是在下用利刃割开其臂肉 刮骨治髓 方才治愈的 臂肉可以切除 通路怎能加一刀斧 你定是 与关羽有交 想趁致病之际杀我 来啊 作战 拿下 诺 大王 我只会救人 不会害人哪 遵命